普利鎮梅开四度食用玫瑰圆 参加2024年英国柑橘果酱大赛 获得三斤四银七桶的殊荣 县府农业处长苏瑞翔特别到场恭贺 处长表示 梅开四度连续几年参加比赛 并且他们也利用台湾产业来制作果酱 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用一瓶果酱让世界看见难头 也非常值得我们来鼓励 今年参加2024的英国的柑橘果酱的大赛 容护三斤四银七桶 所以十九项的 应该是十四项的产品 出去每一项都赌奖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 我只是台湾双斤 去年双斤竟然是三斤 所以竟然是最多 然后他们的主要原料 有来自于中鸟的柳丁 龙眼蜜跟龙圆 所以跟代地的这种产品是结合 那这一次可以说是把 我们所说的一瓶果酱 让世界看到台湾 看到难头 没开四度使用玫瑰圆祖夫妇表示 会每年去参加柑橘果酱大赛的原因 就是要让国际知道台湾有许多好吃的水果 加上每年有不同的想法 想要与国际分享 并且制作的原则就是保留水果本身的风味 用追随人的方式来呈现 然后会飞到那么远去 主要是因为说我们也很想说让 外面你知道说台湾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类的柑橘 尤其像英国他们就会很羡慕台湾说 哇我们几乎一整年都有水果 然后柑橘种类多到他们没有非常想象的程度 所以我们每年每年都有不同的那个 想法 对每年都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其实去年用什么 今年又有什么可以用的时候 就会觉得每年都有不同的想法 然后去跟他们做分享 其实我们两个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把那个原来的食材 把它的风味把它保留住 其实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副议长派一拳恭喜梅开四度使用玫瑰圆 今年再度在国际赛事上取得好的成绩 并肯定他们利用台湾水果让世界看见台湾 也鼓励他们能够持续精进 在制作美味果酱的同时 也打出台湾的知名度 记得成为EBRI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